已经连续举办第五届的凤容地区农会稻米达人冠军赛 有11位的稻米达人报名参加 而凤容地区农会将会选出前三名来参加全国赛 若在全国赛又再次获得前三名 凤容地区农会也将会加码现金奖金 来鼓励提升在地稻米的种植技术 凤容地区农会112年台湾稻米达人冠军秀 11号上午在凤容地区农会三楼大礼堂举办 镇长丁建平凤容地区农会总干事黄荣和 理事长徐芳健常务监事陈进兴也都到场见证稻米达人冠军比赛的评比 总干事黄荣和表示 第一次在凤容地区农会可以看到评比分数达到89分以上 每年的突破高分都显示凤容地区农会在稻米种植的技术不断的在提升 106年的8月起办了我们的稻米达人冠军赛的这一个活动 所以那时候分数最高才80点多我记得了 我们起办稻米达人冠军赛的这一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因为商品的部分我们要提升这个稻米的品质 品质的以外还有就是品种还有就是品牌 这商品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以前的烘盖业务说真的只有烘我们三位可以的 以前的多转率使用率不大一个礼拜就结束 今天报名参加稻米达人共有11位 获奖前三名都颁发现金奖金 而政长林建平表示农民在设备以及缺工的问题之下 在极端的气候环境之下农民面临的收益更是辛苦 在刚才上来之后看到所有的姐妹 上任政长七个月今天最危险 因为好像回到自己的家庭一样 我们做到现在的道理也好 我们的官员也好 你所有的机器你所有的成本投资 它就是一个质量 那我们还要面临的缺工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种植西瓜的没有工 我们所有种植到里的都是面临气候 最主要我们面临什么 我们面临的气候变迁 我们都市效益的发生 让我们很多的气候都极端了 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 一定会请全力来帮忙 因为凤林镇的政府 凤林镇的农民 都是我们最需要关照的 112年丰隆地区农会冠军米 农民万文兵以89.20分 获得冠军亚军谢文德88.87 季军范斯玉86.3分 现场除了表扬稻米达人 同时农会加征班也以在地的稻米 制作出了许多稻米美食 凤林镇的水质清澈无污染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更显见农民对永续农业的用心 记者凌杰 凤林镇 蔡凡国导